HELLO 大家好 我是熊來 今天我們要來繼續圖鑑系列啦 在影片開始前還稍微想提一下 一天只有24小時真的不夠用啦 最近變忙之後連日更都是個難題 但我還是會盡力來發片的喔 好啦 那我們就來看看今天的主角 火屬性的濃縮咖啡餅乾啦 這次的新角色目前預計應該會把四星三屬都介紹完 五星跟光暗的部分就看最近能不能再抽到火香草以外的餅乾囉 好啦 那我們就直接從配料表的部分看齊囉 體力 9390 貧血 攻擊力 812 中斷斑 防禦力 538 毅烈 腿長 39 矮子 除了攻擊力以外相當醜陋的身體素質 基本上就不在這邊多做留戀 還是往他的技能組去看吧 一技能 丟咖啡豆 把咖啡豆當食物丟向敵人造成380%攻擊力的傷害量 並有30%的機率給予兩回合的禁止強化效果 吃滿技能之後傷害量增加至494%攻擊力的傷害量 禁止強化效果的機率提高至50% 大家都一樣的一技能 禁狀態偶爾有用處 但這邊先小爆雷 這隻角色基本上我的實用會把它定位在PVE 所以禁狀態這點的用途比起水咖啡來講就更不實用了 下一個就來看到他的二技能 萃取 呃水咖啡是研磨 他是萃取 反正肯定又是一系列玩食物的技能組吧 拿起敵人浸泡後萃取出精華造成600%攻擊力的傷害量 並且石目標攻擊條歸零 在一招退條比率額外減少最多30%的體力傷害量 CD總共4回合 吃滿技能之後傷害量提高至690%攻擊力 CD降為3回合 說實話 這招的傷害係數是真的漂亮 690%攻擊力以外 還會單體退攻條並且附帶額外的體趴傷害 雖然對BOSS最多有5%的限制稍微有點可惜 但至少能做到單體重傷害加上控攻條 並且CD也僅僅只需要3回合 如果有破防打在PVP或GVG上的話 絕對會是一個非常暴力的技能喔 最後他的三技能 烘焙 如果說水咖啡是泡咖啡一條龍 那火咖啡應該就是下午茶的配置吧 冷脆咖啡加烘焙餅乾一整個set完整呈現 3技能會對敵方群體造成480%攻擊力的傷害量 並且給予全體2回合的烙印效果 針對攻擊最高的目標給予降攻 防禦最高的目標給予破防 速度最高的目標給予緩速效果 CD總共5回合 吃滿技能之後傷害量提高至624% 攻擊力的傷害量 CD降為4回合 除了暗狗頭外 全魔力目前唯一一隻能夠全體上烙印的角色 並且還附帶了其他的負面狀態 更不要談他是4星 其實某方面來講他是讓暗狗頭變得更沒尊嚴了 烙印外的負面狀態 如果有某隻角色是場上攻防速都是最高的 那火咖啡也會把3個負面通通丟給同一隻角色 基於這一點 當目標只有1個的時候 火咖啡的負面是非常可怕的 但此時也會讓群體烙印的特點沒有那麼亮眼 如果要看群體烙印的話 那他降攻降防降速的表現就不會那麼漂亮 因為這是單體跟群體的差異 而這個3技能由於單體目標如果素質居冠 或者只有單一目標時可以一次上到多個負面狀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到什麼 沒錯 就是三頭龍 他的這招打下去可以直接給三頭龍烙印降攻緩速破防4個狀態 搭配2技能還能輕攻條打大傷害 是一隻非常漂亮三頭龍的平民選擇 當然日前的次元王他也會是一個不錯的平民選擇 並且1技能的近狀態 可以在小王冠本身有攻buff或護盾buff時 攻擊會破防等這個具有威脅的狀態時 給到的壓力可以一定幅度的下降 大王冠如果網友偷buff等 也可以藉由1技能近狀態來破解 是一隻我個人覺得PVE十分優秀的角色 符文的部分我會選擇暴走或者各種衝得不錯的渣服 基於不是打RTA基本上不會投資給到他太好的選擇 素質的部分原則上術傷攻或者工傷攻 副屬給他一點命中以及及格的暴率就算非常好用了 魔礦的部分則是以23技能的命中以及2技能的暴擊傷害增加為主 這邊會更建議2技暴傷高一點 命中用副屬來稱 畢竟他是一隻三招都吃命中的角色 使用魔礦來稱命中會稍微有點浪費 不如在附屬就給到他大概60-70的命中的話 那他這個負面狀態的效果會更漂亮 接下來就讓我們來看看他的實戰表現囉 那首先呢我會把他用在三頭龍的部分 三頭龍的話這邊可以看 因為他的3技能畢竟針對單體目標 有沒有這個地方一次就直接上到降攻緩速破防加上烙印等 4個狀態了那如果再帶上這個犬神1技能再上到一個 禁止賦予強化效果的話呢 那其實 兩方面第一個是可以幫助全體的一個生存以及這個輸出以外呢 暗犬神他的一個3技能撕裂也可以因為這個狀態夠多 他的撕裂抓下去也是非常非常痛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火咖啡他打三頭龍幾乎是一個非常漂亮他是可以兼具 控場狀態以及輸出 畢竟他的2技能的萃取打下去的傷害量也是相當可觀的 只是記得如果他在三頭龍使用的話 他的坦度就要稍微撐一下下 不要讓他太早登出 那尾盤登出只要狀態都有丟上去那其實也足夠通關了 另外呢就是在這個 打次元掠食者的時候 因為次元掠食者本身 他就是一個 全場只有三隻 那扣掉兩邊的塔防禦最高以外呢 他是高攻擊高速度 等於說呢這個火咖啡就可以直接給他上到降攻 以及這個緩速再加上群體的一個烙印效果 剛才這邊沒有上到烙印有點可惜 不過他一樣可以給予王一次性的就賦予到三個狀態 雖然說2技能的退條不能對次元王做到攻擊條上的控制 但他的這個600%吃滿技能690%的大傷害 還是能夠做出來這也讓他可以獲得一個非常良好的輸出表現 然後這個1技能的禁止狀態這邊看有沒有 直接 原本王他這一集是會偷狀態的 那直接這個去使用到一個禁止強化效果的狀態的時候呢 王的這個偷就沒有用 等於說他只是單純的變成單消 不會去偷到加攻什麼對於這個我方造成生存上的一些威脅喔 此外小王關的話呢也可以在這個使用1技能的禁止強化 因為右邊的小王他是只要有護盾的話他的攻擊就會破防 左邊的小王是只要他有攻擊buff他的攻擊就會破防 誒是不是有一個是帶暈眩我不確定 反正確定的是一定有破防那有沒有帶暈眩還是什麼可能是 呃右邊的王是帶暈眩左邊的王帶破防等等我有點不確定 但是至少他們只要有護盾buff跟攻擊buff的時候呢 他們就會額外的附帶一個蠻凡人的負面效果 這時候只要火咖啡1技能的禁止強化效果放上去的時候呢 那這兩隻小王他就不會獲得加攻buff以及護盾buff 那就不會對我方的隊員造成這種破防啊暈眩啊等等的一些額外的 額外的一個懲罰那整體通關上面就會再更順一點點 另外最後這邊也可以來稍微看一下我們這個火咖啡 他在王關有烙印的時候呢 這個可以打出來的2技能傷害的係數絕對是漂亮的喔 雖然這個地方這個火雷帝後來我看一下啦 因為他剛好打在王身上那一下都沒有暴擊 所以他就感覺傷害沒什麼來這邊看囉 這邊看囉這打下去一下 蹦30萬 也是一個還算不錯的傷害量 當然因為有死亡詛咒傷害量會增加啦 所以基本上他就是一個非常漂亮的PVE角色選擇 整體上來說他的3技能在僅剩一隻目標的情況下 可以賦予到4個負面狀態 這是PVE的BOSS關卡中基本上最好的一隻狀態角色了 加上2技能的高傷害係數雖然退BOSS的百分比最多只能扣到5%的血量 但也是不如消補 不過如果在打公會戰 想要他的群體烙印就需要帶消狀態才能穩定使用 但這樣的情況下 3個選擇扣掉他跟消 剩下打手的位置不如把火咖啡換成破防加攻的水海道 整體傷害量可能會更高 而在RTA 3技能的降攻緩速破防狀態 每一個都只能賦予單一個目標 在表現上不如去使用 無論火敗聲可以緩加暈加退條 水神秘可以破防加緩速到 暗箭武者能夠消帶降攻未命中等 都比他的狀態只能給到一個還要來的使用 2技能雖然打非BOSS目標的傷害量最多可以多打30% 但也要考量到他的生存能力 如果真的要在RTA使用 可能走體力型靠退條後的砍百分比 來做到穩定的輸出 裝個絕望3技能狀態加上群控 不要把他定位為純粹的打手 表現可能會再好一些 好啦那今天的圖鑑系列就到這個地方 告一個段落囉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啦 大家掰掰